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图为美智M1911手枪手枪,是近代才出现的一种近距离自卫防身武器,具有小巧、一携带、使用方便等特点, 但在一些我国的军事宣传片里,好像都不怎么见手枪出现过,好像只有步枪在突突突的打子弹,中国士兵似乎并不装备手枪,但一些爱看美国大片的朋友们,就会看到很多美国战争大片里,美国大兵们在打完自己步枪里的子弹或者步枪出现了一点问题之后,都会拿出自己的手枪啪啪啪的射击, 但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美国大兵的手枪,是需要自己掏腰包去买的,自己掏钱买手枪带上战场,当然了美国军队中,有些高级士官们,也是配有军队发放的手枪的,但那些普通的,美国的大兵要求更好,更稳定的性能, 就花钱买了性价比比一般军队配法较好的手枪,而且国大兵们的一身装备,也是自己掏腰包买的,而且一身行头还不便宜,看来在美国当兵的日子,也不是那么好过的呀, 图围美国大兵事实上,我们中国的士兵也是配手枪的,但是配手枪的大多是特种作战人员,指挥军官图围,或者其他一些非作战人员, 例如宇航员、飞行员、坦克兵、装甲兵、衣物兵等等,但一般的普通士兵是不会配备手枪的, 其实,对于这个问题,我也很想知道个所以人,那么,为什么中国的士兵并不配备手枪,但是美国士兵就能配手枪呢? 虽然,人家的手枪是自己掏腰包买的,事实上这里有两条原因,第一,大家都懂得的,中国宁事上买不到枪,按地里去买,你敢带到部队吗? 还有就是这两者针对的战场情况不同,事实上,中国军队也打野战著称,当年的野战军把日本正规军打得很头疼, 如果是和中国一样的野战模式,美国士兵估计也是不配手枪的,图为解放军特种作战部队,之所以美国会配手枪, 是因为他们近些年打的大多都是反恐战争,或者特种作战,又或者是治安战,这些战争或冲突是需要近距离射击的,所以才会用得上手枪,而军方只提供部枪,这种情况下有经验的士兵,只能自己掏腰包买手枪了,如果是野战,部枪才是最好的选择, 当两者出于近战的情况下时,相信,他们更宁愿自己身上还有一个部枪弹匣,而不是有一把手枪,因为手枪相比于部枪射程短,精度不高,拿着手枪跟部枪去拼不是找死吗? 这也是普通士兵不配备手枪的原因之一,而有过战场经验的老兵一针见血的,说出过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, 如果在正式的战争中使用到手枪,也就代表着士兵基本弹尽良绝了,此时手枪的用来自尽更加合适,老兵说的确实是大实话,就在前一段时间俄罗斯飞行跳伞后,为了不被俘虏,就被迫使用配枪自杀。